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嗨 大家好 這場的講者是PunchShadow 他將帶來 Life is Short How Python Can Help Develop Intermittent System 讓我們歡迎他 喂 大家好 謝謝介紹的 我是PunchShadow 今天主要講的是 這個 Intermittent System 但是相信大家對於這個詞很陌生 這是會主動在Intermittent System的介紹 跟我怎麼用Python去實現它 跟幫助開發這個系統 然後我的話 PunchShadow是我的咒音 就是我的名字 我目前是台大奠基的PhD student 然後主要研究的領域是 就是Architecture跟System的 一些Design 然後還有Non-Vault Time Memory 對 然後這個的話是今天的Outline 首先就會先講一下 什麼是Intermittent Computing 就是最近在物聯網 就是比較 又開始被提起的時候 它的一些 一個應用 對 那 接下來會比較著重在Python 要怎麼樣去 就是幫助開發 這個東西 然後主要會講到 GenFi 就是一個Simulator 跟PyP-Lib PyP-Lib 這個東西 然後後面如果有時間的話 會講一下現在學界的一些 相關的解法跟應用 首先談到這個 Intermittent Computing 就是要先談到IoT 就是大家知道現在很多的 IoT Device 就不管是各種東西 都是可能會聯網 或是它甚至是 要負責去收集 還要負責收取一些資料 或是Sensing一些東西 那這個時候 我們就要去思考說 可是那你想過 這個他們的電是怎麼來的嗎 一般像手機那種是電池 那像一般的 可能監視器它是用電線 但是 這不是任何的情況之下 都有電線這個東西可以去接 或是有一些 比較固體的東西 所以還是要仰賴電池這個東西 就是讓它可以在 各個地方都可以 輕鬆的部署這樣子 但是電池它會有個問題 就是你們常常會 可能就是你們的iPhone手機 會用不用就覺得 它容量會降低 那 這個東西 放在IoT Device上面 也是有這個問題 那左邊是自駕車 電動車它的 電池 就是它 充電的時候 它只要跑大概超過 200公里就會開始 下降 然後一直降降降降降 它的充電的 那個 capacitor的大小就會 一直變少 對 那這個情況我們就叫做 Battery Aging 就是電池老化 對 所以就是 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那我們為什麼不直接 就像我們iPhone手機一樣 我們就直接去換一個新的電池就好 但是 要想到說這個物聯網的部署 它可能是 Billions等級的 就是它可能 是有很多 然後而且很多 可能是在雨林 你要收集一些data 或是它在深海裡面 或是它甚至在太空中的這些device 那你不可能就是 把它們丟出去之後 然後你要把它們 再收回來之後 重新把它換電池 然後再把它丟出去 這個成本是很高的 那右下角是 這張圖是表示說 所有的物聯網的device 那可以看到它是成一個 算是線性成長的概念 就預估說後面 2025年的時候 大概會有 223.5 billion 單位是billion的device 會connect to network 所以為了解決這問題 那現在學界就是 普遍出現就是使用這個 叫做Energy Harvester 就是能源獲取器 那它就是透過一些環境能源 像是大家再熟悉不過的太陽能 或是動能 或甚至是一些熱 廢熱 或是我們現在比較應用 在手機充電上面的RF充電 這些充電方法 那比較常見的應用 就是右下角 就是在台北 有現在出U-bike 2.0 那它的賣點就是 它可以廣泛的部署這些腳踏車 那它為什麼可以廣泛部署呢 就是它的 它的裝 就是不用再接電 接電燃 就是因為原本它的裝 是要從接電線 然後才可以去運算 那現在都是靠這個太陽能 然後儲存在裡面的電池 去做運算 所以它就可以 很廣泛的部署在台北市 那現在只有台大那邊才有 然後當看到這個 它整個 energy harvest 的 device 的時候 就是前面會有一個harvest 然後中間會有一個 整合電路 然後之後再存到我們的電容裡面 那這個電容 就有點類似像電池 但是它的容量 就沒有像離電池等等 CN那麼大 然後研究指出就是 如果你的capacitor 越小的話 那你會造成 edge 你的problem就會越少 就是它還是會aging 但是 因為你可能你的比率上面縮小 就是你的總體容量變小 如果你aging是成一個固定的 百分比去下降的話 那它所受到的影響就會比較少 然後後面再去 這些 energy storage 的 energy 再會流到我們的 我們所要運算的 可能譬如說現在的low power mcu 上面等等 但是這個 剛才這個 energy harvest 看似好像完美的解決了 剛才那個 battery aging的問題 但是又出現了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要把 ensure說 整個你的環境的消耗 就是環境提供的電源 是可以很穩定的 所以就是為什麼會叫做 intermittent 就是間歇式的 就是因為它的 power supply 是間歇式的這樣子 所以說這個領域要做的就是要怎麼樣計算的正確 正確是第一步就是你要跟 continuous power 的這些結果 或是你的一些 state 的 consistency 要是一致的 然後跟你要怎麼樣有效率 然後把這個情況隱藏起來 讓就是 IoT 的開發者 開發者可以不用顧慮到這個情形 那下面這個圖就是 energy trace 的模擬 那可以看到說 左邊的那個 voltage v-min 就是 最低這塊 mcu 就是 main control unit 的這個 它可以說可以接受的最低的 voltage 然後跟它推高 然後可以看到就是因為環境的不穩定 它會呈現一個波動 那我們把就是掉下去 就是它只要超低於那個 v-min 就是最下面那個 switch hole 那它就會就是會 shut down 那它只有在 v-min 之上的地方 才可以 walk 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我們遇到的問題 就是稍微大概簡介一下有四個方面 第一個就是能不能執行完的問題 就是你這 device 因為它會斷電 那所以可能它這個任務的話 它會一直沒有辦法完成 那要怎麼樣去避免這個情形 那第二個就是正確性的問題 就是剛才所有提到了 那它要跟 continuous power 就是連續的電源供給的 它的結果要是一致的 那 consistency 的話就是 因為現在這些很多 IoT 的 device 它不只是它需要運算 它可能還會有一些 IO 的 sensor 那它直接 sensor 跟 MCU 的之間的溝通 它的 state 需要去一致性 那最後一個是 要怎麼樣讓它運作更有效率 那首先是這個 Liveness problem 那這邊可以看到就是基本上 要達成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在它斷電之前 就是先做一個儲存的動作 那我們就要做 check point 或是把一個很大的 program 切成很小一個 task 那我們叫做 task based 的解法 然後至於說 non-bought time memory 就是 就是如果因為今天造成它這些 data 會流失的原因 就是因為你這些可能儲存裝置 是 DRAM 或是一些其他的 Bought time device 或揮發性的裝置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使用 non-bought time memory 給儲存起來 那下面就是像是常見的 disk SSD 然後後面這些 F-RAM R-RAM 跟 M-RAM 是因為近期它們 就是它們速度快要可以媲美這個 DRAM 而且它們的製程 跟 DRAM 是不一樣的 因為現在大家也知道 DRAM 的 製程一直有所瓶頸 那這些它是用 C-Mode 去做的 所以它就是可以做到很小 然後它的 memory wall 也會有一些改善這樣子 所以近期就是 non-bought time memory 這塊就是被大家很廣泛的提出來討論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一開始這個問題比較多人去重視的就是 Coreignis 的問題 就是右邊這個是一個 RSA 的 算是 sample 然後它是在斷電之後 可以看到那個 carry C 的部分 下面那個地方 它的這個 multiple 就是做一個乘法 把兩個正列的 1 跟 1 乘起來 然後加上 carry 然後得到另外一個就是 P 跟 C 然後再把這個 C 傳給下一次 就是有點一個 bit 一個 bit 的運算 但是這個東西如果當我們中間斷電的時候 然後在這個 C 已經被存回 non-bought time memory 的時候 這時候 MCU 在重啟 check point 就會在上面這個 test boundary 就是乘法上面有一個 test boundary and check point 那邊重新啟動的時候 但是這時候你的 C 已經被更新成下一個 iteration 的 C 所以這時候你使用的 C 就是你已經做過 但是你不知道你已經做的 C 這時候你的出現的就會運算錯誤 對 那這個問題我們統稱叫做 war 就是 write after read 就是你先 read 的時候 然後你要 write 它 那這個問題就是 可以現在普遍的解法就是用 data version 就是你的 data 標準在同一個地方 就是你可以有不同版本的 version 然後再來就是你可以確保 然後再來就是你可以確保 ide and port section 這地方好像講的有點久 那稍微快轉一下 好 那這邊就是先跳過 那講到 Python 的開發的時候 就是我們要 應該是講到 Intermittent System 的開發 我們就要回到這三個地方 就是首先就是 環境上面會獲得能量這部分 然後它會把這個獲得能量 然後傳到我們的 hardware 那 hardware 會把這個東西 跟 software 上面 application 做溝通 所以 就是把它分類各式旗子的話 就是 它們能做到的地方 都會有這些部分 那一般傳統 我們怎麼去 也不是傳統 就是比較直觀的開發模式 就是我們可能會 用一個開發板 就是 low power 的開發板 然後再加上 你的真正把一個 energy habitat 解開 像這是一個 RF 的接收器這樣子 然後你可能還需要對你的 program 做一些 recompile 就可以需要 LVM 這種東西 就要去更改 或是新增它一個 pass 但這個問題就是 當你摸手這塊板子 那塊板子 可能每家廠商會有不同的 這個 ISA 或是它有不同的 spec 然後你還要去 自己把這些電路兜起來 然後 就會需要很大時間去做這些實驗 然後 然後 而且還會有些 hardware constraint 就是 因為你的板子固定的 就是你的 resource 都是固定的 你沒辦法進行一些 就是 architecture design 上面的 一些操作這樣子 對 而且這很難去取得 就是一些開發資料 就是對於 板子上面 它可能有內建的一些 counter 可以去取得 之外其他就是沒辦法獲得 嗯 那 我們建議的是 就是 現在普遍大家 如果要對於 hardware architecture 或是一些 其他方面進行模擬的話 就是通常會使用 這個叫做 Gen5的 simulator 然後 跟加上一個 energy trace的 model 那就是去模擬 這個 energy harvest 的情形 然後還有 就是 recompile 的這個 program 但是它可能可以 相當於是 改變這個 simulator 上面的 micro operation 的情況 那這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很快速的 implement它 就是因為你是用 software去模擬 那你可以很快速的 而且還可以很彈性的 去使用這個東西 就是 可以 可以設計這個 architecture design 這個東西 那 呃 pvlib就是 剛才所說的這個 呃 那我會把那個 reference 放在後面 然後也會把 這份 slide 就是公佈 然後大家有興趣 可以去玩這個 pivolive 那它就主要是去 模擬這個 太陽能板 就是 呃 那個 photovolic 的那個 energy system 然後它是使用 它是把這個 之前的一些歷史資料 tmy 就是 天氣的資料把它轉成 power trace 然後就會 就會變成像 右下角的這個東西 對 那這個東西就是我們可以 把它丟到我們的 genfi simulator 裡面去使用的 好 那稍微介紹一下genfi 其實今天主要是要 呃 跟各位介紹這個 genfi的東西 因為它我覺得還蠻神奇的 就是它是 python 跟 c 的一個 呃 算是完美的 co-work 那它的表層 呃 表層是用 python script 去寫 那它可以寫成像是 右下角那些 右下角那些 呃 architecture 的 的 config 都可以使用這個 python script 去完成 而且它是把整個 c++ 的 object都是 把它 export到這個 python script上面 所以你直接用 python 就可以去扛 幾乎都可以扛錯整個 呃 呃 genfi的流程 對 那它主要就是用 event queue的形式 就是你的 每一個 component 都是 代表一個 實體的 呃 component 可能像是一個 DMA 或是 CPU 或是 memory 它就把它變成一個一個 component 那這些 component 會把它 export到 這個 python上面 那python就可以調用這些 function 然後這些 class 去 把這些 simulator 進行一個操作 然後他們整體 之間的 溝通都是 就是可以 使用這個 event queue去完成 對 然後它主要就是這樣 那 今天這個 genfi這個部分 主要會介紹 呃 因為我想想了很久 跟python 比較有關係的就是 scones 跟pybind 對 那它主要就是 呃 你對於這個 architecture 做了一些更改之後 你透過scones 去做一些 rebuild的動作 那它就會產生這個 下面很多的 c object 那 c object 可以被pybind 去 就是變成pybind的形式 然後之後 由這個 python去控制它 這樣子 那首先 scones的話 它是一個 呃 next generation build tool 就可能大家有多少都有聽過 這個 c make 或是make這種東西 那他們的 呃 概念其實都是一樣 就是它負責去 呃 把這些class啊 或是object給build出來 那它 它是用python去 基本上它就是有一個python script 然後就是 就是不像 c make 或是寫make file一樣 你都要 呃就是很複雜的config 所以我覺得 然後而且就是它的效率還不錯 就是它可以做的事情 呃 跟 c make 跟make file 其實是有過折無不及 對 然後 而且它可以客製化一些target 就像那個sync object 是 呃這個genfire裡面它自己的 這個flag這樣子 呃但是注意就是 但是 最近在使用的時候 就是python 2.7 好像 已經不太支援了 所以建議大家使用sconfig 的時候 就是讓它轉換成python 3 去使用這樣子 對 然後 呃今天的 一大重點是pybind11 對 那這個 呃pybind11是什麼東西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 可以讓python去調用c c function的一個東西 那它就是 呃基本上 呃下面這張圖 左邊這張圖是 呃 extending的形式 就是你在使用 python在使用c的時候 你是額外去把 一些function去寫成 呃python c的形式 cpython的形式 那右邊這個 embedded是我們就是 pybind11的架構 就是它 直接去調用就是 原先已經 寫好的這個 c function 那這個pybind11 它可以就是支援 呃基本上 基本上所有的c c++裡面所有的 stl 或是它的一些function 或是iterator 甚至是 呃 比較高階的一些structure 都可以使用 這樣子 然後 呃pybind11的fine d在這邊 呃 就是 基本上你是需要有一份 python 的function 就是像上面是 c++ 然後下面是python的調用 那 上面可以看到這邊只是把兩個 呃 呃 a加 b加起來 然後用pybind11的module可以有下面兩種寫法 像是 你可以直接 呃 把這個東西 c c已經寫好 就是這個add的這個function 直接 調用進來這個python裡面 或是你可以用下面這個 c++11的寫法 把它 直接用lambda function的形式把它 呃 去支援進來 像上面這份是ccode 然後下面是c++code 然後下面是python的部分 然後可以看到 這個 這地方它的形式就是它是呼叫一個py module 然後它的class是就是hallow parameter 跟cmodule parameter 然後這是因為 這兩個parameter在c++裡面有 而繼承的概念 所以它要一次把它扣進來 然後 下面這個define這部分就是 function 就是這個hallow object parameter 這個東西它有一個叫做create這個function 那直接 它就是很直觀的就是你python.create 就可以使用這個hallow object parameter.create 這個東西 那下面這個是 它的一些 呃 rewrite的一些變數 像是number of file 就是它什麼時候要 集發一些events出去的時候 這是就是可以 一些變數 那它在我們 class裡面就是 可以把它寫成就是 numbers of file 就直接 使用在這個class裡面 對 然後 呃 再更神奇的一點就是 這個東西就是 gen5裡面 大家都會以為這個東西 可能是要自己去寫 就是你可能在 新建一個c++ object的時候 你要使用python 去釣用它的時候 你會要自己把這個 剛才 上面這些東西 要自己去完成 但是 這個東西就是 在gen5裡面它是 使用這個 python跟scan 自動去生成這些code 就是中間這個pybine11的code 那它的原理就是 你的scones 在build的時候 它會先去把 每個pythonclass 跟cclass object 就是 有相關的它會把它 scan在一起 然後之後把它 pass 到這個m5 parser 那m5 parser 它本身也是 用python去寫的一些code 然後它就會把 調用這個scones 的這些functions 然後去生成 pyby module 這個部分 對 然後 看code的話 就是 嗯 就是 呃 左邊這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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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m5 parser的一些code 然後它就是利用這個 code injection的東西 然後把 這些code 因為再加上一些變數的 environment 就是scones 裡面有直接的 一些環境變數 把這些環境變數 導入這個m5 parser裡面 就可以 自動生成 就是剛才我們要 宣告的一些東西 然後跟 每一個c++ object的東西 那右下角就是 scones的這些 function 對 那有興趣的話 後面的那個reference 都可以 再去看這樣子 然後如果想要 更了解pybine11的話 就是剛好這次的 呃 pycon有 請到就是 Gavin在 呃 那個 社群軌 就是明天有講到就是 就是 Why should you learn writing C extension 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 也會聽 他可能也會講類似的 cpython 或是c神 或是pybine11的一些應用 可能會比我更深入這樣子 對 然後接下來就是 呃 把它 把它結合在一起 就剛才講了這麼多 呃 Gen5跟 跟剛才的一些 Energy Trace 那我們怎麼要把它結合 到 把它 實現我們 英層明層的 design 那這個是一份 Python script 那 這一份是 呃 Gen5裡面的標準的一些 一個範例 那就是我們可以看到 基本上所有的system 這個 computer architecture的架構 都可以透過python 去完成它 就是 像是 clock domain 或是你的clock 要多少Hz 然後你是用什麼cpu的 然後你的 memory range 是多大 然後還有像是 你的 cache 就是你有 i cache d cache 就是instruction cache 跟data cache 你怎麼連接 然後你的 memory control的是什麼 像這邊用的memory control 是ddr3 的1600 這樣子 然後你的 post要怎麼接 這只是一部分 那 完成了這個config之後 我們就是 新增了一個 就是 sim object 就是 像剛才直接用 剛才的方法 就可以把自己 新增一些功能 那這些功能 就是 我們新增了一個叫做 energy management 就是剛才我們不是 有產生出來 那個energy trace 那現在我們就用這個 object 然後python 它的形式 就是把剛才我們產生的 energy trace 把它import進來 然後並給它 就是你的interval 你可以自己調整它的interval 之後再把這個 energy management 把跟 CPU給串接起來 就是CPU 用我們這個範例 是target在CPU energy的消耗這樣子 所以 所以 那這個 energy measurement 他們主要在幹什麼呢 它就是 你會計算各 component 之間的 能源消耗 然後把它 即時反映到這個 event queue 就是大家也記得 剛才一開始 就是 Gen5是使用event queue 這個東西去 完成整個simulation 那它就把這個 資訊丟到event queue上面 然後當我們 然後 並且會比對這個 我們剛才生成的 energy trace的 獲得能量 然後藉此去判斷說 我們現在 應該是要 就是 shut down 還是我們可以運作這樣子 或是我們的 一些state的運算 那這東西 是我們可以用 裡面的一個 state machine的方法 去 表示它的一些state的change 像是如果我們要表示 下面這張圖的話 它就會有 三個state activate 然後hevenate 跟 restore 就是這個三個state 然後都可以使用這個 客製化的state machine 去表達 完成 這樣子 然後 稍微做個 小demo 然後這個是在一個 我們開發的 Docker裡面 然後 然後 首先就是 這個 這個 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上面是使用python config 就是這時候我們 genfi的好處就是 它不一定要整個使用python 它可以用它裡面的 default的 這個 default的一個script 去 用comment line的方式 去 就是把這個 hardware給config起來 那像我們這邊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剛才這個 沒有 快結束了 好 對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cpu clock 我們可以設定成 1MHz 然後我們把剛才的 energy profile把它吃進來 然後把它設定成一個 10μs的interval 那我們就可以下去 跑這個 這個東西 對 然後這個東西會寫在 這個a.log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這個是有使用這個 debug mode 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的energy management 從 什麼時候 什麼tick 前面是它的時間 就是它的裡面 gen5裡面模擬的 那個event queue的時間 然後後面是 它在那個時間 它獲取了多少的 energy 那那時間 就是我們剛才的interval 是設定10μs 那前面就是 它的gen5裡面的 一個tick 是ens 所以就會變成 這麼多個μs 這樣 這麼多個tick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說 它現在就還在累積 因為我們設定是 它大於100的時候 才會 大於200的時候才會開啟 所以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它 大於2000的這個moment 它就會 會從off state 轉成on state 然後並且 consume這個 這個power 然後consume 然後直到 它每次都會 consume by xxx 是因為我們剛才沒有去 特別去定義說 哪些component是使用 那我們就default去 使用CPU 因為剛才記得我們只有把 CPU這個port 接到 這個gen5的 energy management上面 所以CPU我們就會 那些 預設是 consume consume 一連串的 就是consume energy 這樣 那這些都可以大家透過 Python的一些function 去把這些 consume energy 給 就是自己去填上去 這樣子 那就可以完成這個 這個 這個是debug mode 就是讓我們知道說 它是 有照著intermittent的方式去進行的 那接下來 我們要怎麼樣去看到它的state呢 就是在這個state裡面 它就是 gen5裡面有 預先config一些config 像是它總共 跑了多少個operation 像是instruction 它總共跑了多少 instruction跟operation 因為剛才我們是 跑一個hello world 所以就是 instruction的數很少 然後它可以看到是 你memory read了幾個byte 多少個byte 等等 這些hardware information 然後就很多很多 你可以 自己去config 對 然後 那我今天的報告就到這邊 然後 謝謝 在座各位 還有這個 PyCon台灣的辛苦的工作人員 謝謝你們 對 你們就沒有這場會議 謝謝 然後有什麼問題嗎 有什麼問題要發問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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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等一下 有什麼問題要發問的 叫做 這先講 對 那有時候會有一些不預期的狀況可能被喚醒了 或是怎麼樣 有一些狀況你沒有辦法量到這麼的精細 甚至你的設備沒有到那麼好 有一些比較微小的這些耗電你可能不一定進去量到 那這是第一個 然後第二個的話是那個PVLIB的部分的話 想請問說這一部分的話最主要是用來做什麼 因為剛才有上網查它好像是從MateLab那邊拉出來一個套件 是要模擬這個太陽能的應該說提供的能量的一個套件 對不知道這個東西在你的project裡面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去幫助你做一些預估的動作這樣 好 那首先謝謝你的提問 那我先回答第一個部分就是關於這個量的不是很精確這問題 因為本身我們做的是希望有一個快速開發的這一個部分 所以才會使用到模擬器這東西 因為如果要更精確的話可能就甚至是要使用VVLOG 或是你要真的去把這東西layout實際下去量這個東西 對那所以本身我會選用就是 GenFi 這東西然後會 Python它會使用Python這東西 就是希望是可以快速的把我們的idea給實現出來 比如就像剛才的那個 State這個部分 State Machine這部分就是 比如說像剛才可能有提到Sleep Mode這東西 那我們就是可以在這個config上面就是 當它detail到某一個條件的時候 它可以進到某一個mode 或者它會觸發某一些事件 這些都是 如果我們在本身的硬體當中 我們會去需要去做 花很多時間去把這東西打成 但是可能如果使用GenFi Simulator的話 我們可能就只需要幾行code 就可以把這個條件給implement 就大致上把它implement出來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是PVlib的話 PVlib這個基本上 剛才好像漏講 就是因為它是透過TMY TMY就是各個地區的資訊 就是天氣資訊 那因為大家也知道 太陽能板這東西 它會有很複雜的公司去計算它的 所以它就是把 比如說我們現在在台灣這邊 那它可以把台灣的經緯度 然後跟它的海拔高度 還有甚至是你的air mass 就是你的空氣品質 把這些perimeter都考進去之後 然後給你給出當地 你那個時間點的 你可以這個太陽能板 一平方公尺 一平方公尺 你可以獲得多少能量的這個資訊 然後是隨著時間去推移的這樣 所以會是 嗯 所以就會像這個圖 它是時間跟交耳數的變化 就是這個東西是我們透過 就是譬如說太陽 因為那個TMY data 它裡面只有這個 譬如說太陽照射的角度 或是它的一些折射率 什麼 或是現在的空氣品質的狀況 但它沒有辦法直接算出這個power 所以它就是使用 MateLab 就是Python的package 這個東西 然後去把這個 DC power的東西給算出來 或是它也可以算出AC power 這個東西 對 然後把這個東西進行轉換之後 我們就可以使用這個交耳數 去把它就是丟到我們剛才所說的這個gen file的裡面 去做intermittent的模擬這樣子 有這樣 有回答到嗎 那個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的關係 那如果說等一下有更多問題的話 歡迎來前面直接詢問講者這樣子 我就有今天 有機會 等等 那麽 那麽 有多偶像 後來 那麽 現在